为什么说纸狂王带来了影史上最大的遗憾 当初该片上映时 全球影迷欣喜若狂地认为 至此拉开了史诗级大片的序幕 可没想到最近已是巅峰 阴森恐怖的剑林 威武霸气的炎魔 更让人着迷的是 那气势辉煌的战斗场面 至今没有任何影片能够超越 故事起源于一枚至尊魔戒 在魔王索隆的蛊惑下 清理矮人联手打造了19枚力量之剑 魔戒赋予了持戒者各种强大的力量 可没人知道 索隆还在末日剖山中打造了一枚至尊魔戒 所有持戒者都会受到至尊魔戒的侵蚀 拥有力量之戒的九位人类英雄 先后成为了索隆控制的戒灵 察觉不对的精灵和矮人将手中的魔戒封印 于是围绕着这些力量之戒的战争开始了 为了对抗如日中天的魔王 精灵和人类组成了联盟 对中的决战在末日剖山之下打响 全副武装的精灵大军正面应当魔王的贩售人军团 残酷的血战持续了三天三夜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 携带着至尊魔戒的索隆降临了 至尊魔戒的力量无人可挡 虽不拉朽一般碾压了整个联盟军团 就连人类国王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 幸好最后关头王子伊西尔度拼死斩下了索隆的手指 索隆的灵魂早就和魔戒融为一体 失去了魔戒的索隆瞬间炸裂 然而伊西尔度却受到了魔戒的诱惑 人类的贪欲让他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不久后伊西尔度就在半寿人的袭击中丧生 魔戒沉入了安度银河的河底 直到后来 霍比克人斯迈德将其打捞起来 在至尊魔戒的腐蚀和折磨下 斯迈德被扭曲成了一个怪物 呼噜 几百年后 魔王索隆的灵魂再次归来 魔戒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呼噜 想要回到自己主人的身边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他竟落入了一个心灵纯洁的霍比克人手中 神奇的旅行 结识了很多矮人和巫师 一路上他们斗了龙战精灵 甚至参与了对抗兽人的战争 这就是后来的霍比克人三部曲的故事 一切结束后 巴金斯回到了夏儿 魔戒的力量让他拥有了远超常人的生命 但终究还是慢慢侵蚀了他的心灵 听到这话的灰袍巫师甘道夫才察觉到了不对劲 在他的劝说下 巴金斯放下了至尊魔戒 可甘道夫也拥有精灵三界之一的火之剑 根本无法抵抗至尊魔戒的诱惑 他将魔戒交托给了巴金斯的侄子佛罗多 根据他得到的最新消息 索隆已经从咕噜的口中得知了至尊魔戒的下落 甘道夫主托佛罗多带魔戒逃往精灵的领地 而自己则马不停蹄地赶往爱心得 向巫师长萨鲁曼求援 可他不知道自己前脚刚走 九代戒铃已经倾巢而出直奔下而来 而自己的顶头上司萨鲁曼已经背叛诛神 成为了索隆的爪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